古兔8月3日去,在2009年,弗洛伦蒂罗回归伯纳乌以来,这位主席先生曾经在黄马的阵容,上走过多次的调整和演员。 但是只有一个位置,是他狠手动手的,那就是中方,从2009年以3500万欧元的价格加盲黄买以来,本泽马的位置就一直稳固如初。 根据统计显示,9号中方,是过去9年来唯一一个弗洛伦蒂罗未曾从外部买人的位置。 当2009年加盲黄马时,在泽马身边的竞争对手,是范尼斯特尔鲁伊和伊瓜因,这两人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离开黄马。 在这之后,虽然时常有各种传闻出现,但是弗洛伦蒂罗从未在在9号位置上买入任何球员,唯一的四次演员是2009年夏天招回奈格雷多,并且立刻卖给塞维利亚。 2011年年初租借埃德巴约,2014年夏天租借埃尔南德斯,以及2016年回购莫拉塔,剩下的时间里面,本泽马身边的竞争者,只有莫拉塔早期,马约拉尔以及马里亚洛,这样的轻逊球员。 而在今下语言难度巨大的情况下,本泽马的位置可能依然无忧,因为他的身边现在站着的是马约拉尔和刚刚从巴列卡诺回归的劳尔德托马斯,又是两名精逊前方。